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 普通公路 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车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它仍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升涡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 低油耗 难怪它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vrolet Cruz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 Cruze 多伦多市中心 嘎丁尔高速公路 这个长周末部分路段将会封闭 以进行维修工程 为阿省鲁湖镇进行灭火工作的直升机 意外坠落小鲁湖 南京师不幸身亡 马来西亚基隆坡孤儿院发生山体滑坡 20名孤儿惨遭活埋 阿富汗喀布尔国防部下属的一家医院 发生自杀式爆炸事件 造成至少6死24人受伤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国语周末晚间新闻节目 今天是2011年5月21号 星期六 农历4月19 我是何山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这个维多利亚日长周末期间 托伦多市Gardiner Expressway将封路进行维修工程 驾车人士需要绕道而行 市府发出通告 从今天凌晨2点至周一上午8点 Gardiner Expressway由Humber River 至Color Avenue路段的双向车道将被封闭 修路工人将对天桥 护栏 灯柱进行维修 以及对标志牌 闭路摄像头等进行常规检查 受封路影响 驾车人士需要改行Lichtrow Boulevard或Queensway 另外 于本周末在罗渣市中心 有两场蓝鸟队的棒球赛 封路也可能造成一些交通堵塞 市府建议市民尽量搭乘公交车辆 WOW TV 网线小报道 我们再来看加国方面的消息 年日来 大批的消防人员 在阿尔伯塔省北部弩湖镇与灵火搏斗 大火已经摧毁了三分之一的城镇 而救援人员昨天再次受到打击 一架灭火直升机意外坠湖 南基斯不幸遇难 交通安全部门正在对事故进行调查 出事的Bell 212直升机 来自BC省亚伯斯福的坎贝尔直升机公司 飞机在执行灭火任务的时候 宽额额破大 昨天稍早时 阿省省长斯特末陪同哈珀到灾区巡视 从上空和陆路视察灾情 哈珀慰问奴湖镇灾民 并说临火灾情严重 人们安全逃生是不幸中的大幸 这场灵火自上周日开始 肆虐奴湖镇和小奴河镇 烧毁433座房屋 火灾的程度是加拿大近代史上最严重的 灵火迫使阿隆巴斯卡和其他社区的居民疏散 阿省政府已经从昨天开始派发救济金 解决灾民的住房和财务的紧急需要 成年人每人获发1250元 不满18岁的儿童可领到500元 WOW TV 网线下报道 遭受洪水灾害的曼尼托巴省 在一周前启动了决堤泄洪工程 成像明显 目前该省已经开始重新将堤坝上的缺口 丰填起来 由于遭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洪灾 为了保护下游地区的居民 省府被迫在上周六进行人工泄洪 在阿西尼伯恩河的堤坝上打开缺口 将河水引流 工程展开后 卸出的洪水流速比预期的小 洪水流经的地区 因为事先已经做了加固措施 因此没有房屋受到严重损害 为此 当局从昨天中午开始关闭卸洪口 不过省府也表示 由于阿西尼伯恩河的水位仍然很高 对堤坝仍然构成威胁 加上周末可能会有降雨 卸洪口在未来至少一周时间内 还有可能要求重新打开 目前受泄洪影响的地区 只有14户居民被要求撤离 其他居民已经可以返回家园 前联邦控务局主席退休的保守党 国会议员戴国卫表示 他支持BC省的执政党自由党 并称任何其他的选择 将导致出现一个新民主党领导的政府 戴国卫今天在接受CBC电台采访时说 他会支持省长简会制的政党 不过他认为该党应该改名 以反映其实际的群众基础 戴国卫还称赞简会之 是一位精明有魅力的领袖 他说他的这个决定不代表背弃保守党 因为那样会有风险 将导致选票分散 让新民主党上台 卑诗省的省选原定于2013年举行 但是自从简会之接替辞职的 原省长Gordon Campbell 成为自由党领袖和卑诗省省长之后 普遍猜测省选会被提前 WOW TV 王小小报道 加工新闻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加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我们在一起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 马来西亚吉隆坡雪兰俄州一座孤儿院 今天发生山体滑坡 孤儿院约20名儿童及4名成人惨遭活脉 截至当地时间下午4点 救出6名受困孤儿 他们被送往附近的一家医院治疗 另外 消防人员已经在现场 挖出5名年龄介乎8至17岁孤儿的尸体 分析认为 事故原因可能与连日的暴雨有关 警方称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防部下属的一家医院 21号中午遭到自杀式袭击 目前造成至少6人死亡 24人受伤 发生自杀袭击的穆罕默德达乌德医院 位于喀布尔瓦齐尔阿克巴汗区 隶属国防部 拥有大约400个床位 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证实 国民军医院的移动建筑内发生爆炸 造成人员伤亡和建筑损伤 具体情况在调查结束后向外界公布 WOW TV 王学校报道 巴基斯坦发生针对北约运油车的炸弹袭击 造成16人死亡 塔利班组织在当地的一个分支承认责任 北约运油车爆炸后着火焚毁 炸死十多名平民 包括五名儿童 当局为死者举行悼虐仪式 事发在西北部边境小镇 不少北约和美军的车辆 都经这里运送燃料和粮食 进入阿富汗补给 塔利班组织在当地一个分支承认责任 表示袭击是针对美国和西方盟友 自阿盖达领袖拉登月初被美军击毙之后 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 频频策动恐怖袭击报复 包括日前在白沙瓦 针对美国领事馆人员的汽车炸弹袭击 造成一死十多人受伤 有巴基斯坦国会议员促请当局 不再允许北约和美军 经巴基斯坦陆路进入阿富汗 以防恐怖分子再次发动袭击 造成平民死伤 涉嫌性侵案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卡恩 今天离开拘留所 前往位于曼哈顿市区的一处临时住所 开始他的保释生活 在那里 卡恩要接受安保人员24小时的监控 卡恩的这个临时住所 并不是之前备受关注的 卡恩在曼哈顿租赁的那套公寓 因为那里聚集了大批的媒体记者 法庭认为 需要把卡恩转移到一个更加安全的地点 明天举行的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重点讨论协助日本在灾后 恢复经济火力和核安全问题 也为中日关系回暖制造机会 此次在大地震之后举行的中日韩峰会 主调和性质与过去三次很不同 日本首相监制人会向中国总理温家宝 和韩国总统李明博提出要求 希望两国相信日本的严格食物安全监测制度 解除对进口日本食物的限制 同时呼吁中国和韩国两国民众 恢复到日本旅游 而峰会的其他议题 包括深入探讨三国在核能发电安全的合作 开拓清洁能源领域 增强应对自然灾害能力 建立东亚防灾系统 确定三国下阶段在经贸及社会人文 等领域的合作重点 特别是详细讨论建议中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进一步完善三国合作机制 同时希望巩固中日韩合作的政治基础 WOW TV 网续学报道 叙利亚各地的反政府示威持续 保安部队新一轮镇压造成超过30人死亡 在叙利亚第三大城市霍姆斯 示威者向保安部队投掷石头 队员开枪还击 示威者慌忙逃避 报道指十多人遭击毙 另外叙利亚全国多处都有民众 在星期五伊斯兰祈祷日后示威 他们手持写有停止镇压的标语 要求争取民主改革 有报道指反政府武装分子在多个城市 趁民众游行向平民和警察开枪 导致多人死伤 而美国总统奥巴马昨天发表中东政策演说 指叙利亚总统巴沙尔 现在只可以选择进行政治改革或者立即下台 但叙利亚政府批评奥巴马干预中东国家的内政 越南的一艘观光船在恶劣的天气下沉没 造成船上16名乘客遇难 其中包括4名中国公民 目前所有遇难者的遗体已经全部打捞上岸 事发在越南南部平阳省 星期五晚 一艘载着21名乘客的双层观光船 驶到西共和时遇上了狂风暴雨 在距离港口约100米处沉没 5名乘客自行游上岸 另外16人失踪 事发后 越方组织了350名军警 16条快艇和多名潜水员参与打捞工作 目前所有的遗体已全部打捞上岸 并移送到胡志明市 中国驻越南总领馆 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和哀悼 并将提供必要的协助 罗马天主教教皇本土十六市 首次从梵蒂冈的图书馆中 与在国际太空站的12名宇航员进行对话 教皇告诉这些来自美国 俄罗斯 意大利等不同国家的宇航员 他们是科学努力的辉煌典范 非常佩服他们的勇气 记忆率以及专业 这次的事项通话长达20分钟 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新闻内容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 还有来自中港台方面的新闻消息 公司好累 你不要拍我 不要拍我了 上班 上班啊 罗2 上班 上班 这个干嘛 这个你不要拍 这个也拍 有三千万你不跟我的哦 你怎么拍我呢 制作属于你的原创视频 然后上载到wall2.ca 获奖的最佳视频将有机会赢得现金三千元 机会难得 现在就登陆www.wall2.ca 晨早360天天都给力 晨早 晨早 国约与主持 陪你吃早餐 最新及时资讯 新鲜社会生活话题 晨早360星期一至五 早上七点至九点 早上好 比电台报纸更快 比八卦杂志更精彩 久无时差为观众送上当日娱乐新闻 全程最快 多伦多唯一娱乐新闻节目 八镜娱乐 wallTV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七点半 网上及时点播 或用手机收看 都一样可以八镜娱乐 想了解多些东方艺术的起源发展 想知道这些艺术对历史和社会的贡献 中心舞台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